转角遇到爱 这是重庆的街头 传来这么样样照片 这是一个新闻上的照片 也再次做一个分享 大家一块来看 这是时间呢 其实在这个月的一个晚间 已经过了一个晚间的高峰期 当地呢有一个叫做可额公园大桥 两个车道轮流环堵 结果呢这个九人报警呢 为什么呢 他看到原来这个大道上 有一只猫咪在乱跑 哎呀觉得太危险了 不论是猫咪自己本身危险 也怕车辆去闪他的过程当中 彼此之间也有其他的危险 但是呢这个一呼喊吓呢 可能有人特别注意 可能这个车呢 就立刻人员来做调解 大家减速两名民警 一名协警在现场 市民也做了一个帮助 救下这个小生命 所以呢 当然很多人就觉得说很温馨了 以前呢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会不会被注意到 我们会觉得现在这个网络时代 比较容易被注意到 这种小角落的一种问题 那往往是这种 我们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 特别是猫咪 特别可爱 掉在那里 你会觉得 越人性化了 大家越温暖了 那遇到任何事件 都有一个暖度 有个温度在那里的时候 那不是更好吗 对 而且我觉得呢 就是像这样子 自媒体的时代 还有网络的时代 是让大家更愿意去发现 身边的点点滴滴 小的事情 才能更加感动我们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让我们更加关注身边 发生的事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这个 这样我想起了很多 我在网上看的照片 比方说是解救 比方说流浪狗狗 流浪小猫 这个确实是让我们会心头一暖 就是会发现这个爱 其实不一定只是说 人和人之间才会有爱 甚不定人和宠物之间 人和其他的动物之间 都会有这种甜蜜的爱 你看看穿穿 这个甜蜜的爱情 这个眼睛 都看着过来了 所以有多么渴望被爱 谢谢大家